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力,欢迎收看大力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开粗粗的年轻四季小伙,捡到六只兔子带回家 第二天起床之后变成六个兔女孩的故事 公元2600年,人类已经不再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 原本被当作宠物的猪啊猫啊狗啊 在一次哈雷彗星撞地球时,拥有了超能力变成人形 从此跟人类平起平坐存活在这个世界 这天,男主阿发像往常一样开着粗租在大街上拉活 想着等钱攒够了就一紧还乡回老家娶个媳妇过小日子 脸上不禁露出春天般的微笑 突然,上来一个奇怪的乘客 阿发正要问他去哪儿 对方丢下一个纸箱便转身就跑了 打开箱子,只见六只小白兔出现在眼前 楚楚动人的小模样,让阿发一时心软就带回了家 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影院中听到女孩的欢笑声 阿发猛的睁开双眼 却看到屋里凭空多出六个黄花大闺女 原来,昨天拿回家的根本不是什么兔子 而是拥有超能力的人形宠物 看着眼前六个大美女 阿发有点坐难起来 为了早一点回老家娶媳妇 平日里开粗租没少省吃俭用 可算下来的花销还是让自己一阵头疼 这下可好 家里又多出六张嘴锅日子 该如何是好 于是,阿发一咬牙决定让她们回归大自然 就开车把女孩们扔到了郊外 可视于愿违 都说狗几千,猫几万 兔子能几一米半 还真让自己给碰上了 不管把六姐妹放到哪里 她们都能远路返回 并在饭点之际准时找到家里 而由于六姐妹行踪过于招摇 又成功吸引了当地杠霸子狗圣的注意 狗圣在一见芳心爱上几个女孩后 为了将六人输入囊中 便派出手下得力干将卷毛出马半拖此事 卷毛一听 不就是抢几个姑娘那又何难 担当附会只身前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 由于此行过于草率 卷毛双拳难敌四手 一来二去就被姐妹联手解决了 事后 卷毛的二舅找到阿发要去赔偿 装嘴就要一百万美金 阿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双方随即发生争执 六姐妹当中的小美为救阿发 在争执中不幸牺牲 阿发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悲痛当中 为了让她重新振作 其余五个女孩根据导演指示 演绎了一段青春活力的歌舞表演 让人一度认为 这是要出道的节奏啊 虽然看上去没什么用 但阿发还真的因此振作了起来 此后 为了躲避狗圣的追踪 阿发带上五个女孩连夜出城 可还是半道被拦了下来 眼看此次兴多吉少 五姐妹便一起发光 把功力都传给了阿发 随后消失不见 获得功力加持的阿发 随即开启无敌模式 以一敌百 并在危急关头以德抱怨 救了狗圣一命 终于 狗圣毁过自新 成立一条陋于住人的好狗 而阿发在一次收车时 又意外发现车上多了六只小兔子 从此 阿发跟兔子过上了无法描述的生活 故事结束 看到这里 大力想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捡到六只小兔子 你希望在第二天醒来他们变成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神回复 我会在看到后的第一时间回复哦 今天的大力砍电影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